大家好 我叫李琴 今年58岁 已经退休好几年了 在家待的 没什么事 主持人你好 这是什么 这是房产证 我没打算要你 站一起 你在这来干嘛呀 在这来就想向我儿媳妇告白 我们这儿 第一次有婆婆向儿媳妇告白 哎呀我就想求她了 而且我是舍住这老脸来了 结婚两年了 没个动静 急得我没办法 这婆婆向儿媳妇服软的啊 就是啊 她只要给我生一个 我就给一个房子 生俩给两个 现在不有政策了吗 奖励政策 对呀 如果要生俩 我还奖励五十万 真的 这么有钱 那我就为了贪了嘛 我爸要跟您这样说 我早生了 哎呦 开玩笑啊 开玩笑 是吧 这婆婆不错啊 真的 生一个一套 生两个两套 生两个还再讲五十万 对呀 我估计啊 嗯 这个节目一旦播出的话 你儿媳妇太大压力了 她要是不愿意生 很多人愿意生啊 是吧 是啊 你儿媳妇多大年纪 你儿媳妇多大年纪 眼丑子也 三十分笨了 她爸总躺在我 哎 就是一整天 哎妈 那个别着急 怎么怎么地的 你看我现在呀 工作这么忙 怎么地 就是这样的 我这招味都使到了 那你儿子什么 怎么表态的呢 儿子就也不说什么 都听媳妇的 呃 你一直在跟儿媳妇告白 为什么你不去跟自己的儿子告白呢 其实上播种的人是他呀 呃 现在吧 你也真开玩笑 田地不开放 怎么播种 哈哈 真是 儿子不说播做 是 呃 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对吧 嗯 抱着孙子 呃 去溜玩 我只能是领着我们家狗去溜的去 有时候接着邻居 给我跟前这个显摇 我这心里就 真就不是滋味 然后 怎么显摆了在你面前 那有时候得问呢 哎 那个老李呀 你啥时候抱孙子呀 嗯 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 一一曲 你怎么回答的呢 你每次都怎么回答 有的时候吧 我就说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一晃到三年了 你说连个动静没有 就说快了快了 这要是像我这样 三十七度还没生的 你是不是想弄死我呀 哈哈 妈的不至于 单日也着急 说实话哈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乐观的一个老太太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啊 总面上画院是溜的 现在我都不得去 真的 你看他们带着孙子 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然后吧 就是看着他们不知道说啥 就怕他们问我 就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规划 哎呀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孩子的话 完全是就是耽误了我的经历 我现在有孩子 我肯定要好好照顾孩子 不是你要孩子 是人家要 我听你们聊天 我就想出了一句话 就皇上不及太坚持 就到底这生孩子到底是谁的事 百善孝为先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无后为大 谁想过 大姐她一个人生活的那个孤独 那个感受呢 那么大的家 特别美意思 清清冷冷的锅台 儿女在外边 有谁照顾她的心情呢 对 说得对 我想作为儿女的 你们想一想 如果你跟妈妈 孤寡老人一个人栽在家里 她无可寄托 就希望有个孩子作为寄托 我也不考虑 谁来帮她 就考虑他们 我们也为他们想过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也不着急 没催过他们 现在我越觉得越孤独 他们年轻人 也不为我们考虑 是 真的别去 要不然我不能跑到这里来 也不叫我 所以我们还说 作为年轻人 还重要是换位思考 李谦阿姨早年离婚 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自从儿子在北京结婚成家 李阿姨就选择 一个人在沈阳生活 不愿意给儿子和儿媳妇 增添麻烦 孤单的李阿姨 热气地盼望着 抱上孙子 早日安享晚年 然而 三年过去了 在李阿姨看来 最简单的这个愿望 却一直没有实现 究竟是什么原因 结婚三年的儿子媳妇 仍然还没有孩子呢 今天 儿媳妇留心 会来到现场 接手婆婆 李琴的告白吗 我只担心 阿姨在干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就担心这一点 我们接下来看看 这个儿媳妇 到底会不会来到现场 会不会给自己的婆婆 一个明确的答复 好吗 来我们又请婆婆站到 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如果儿媳妇今天 我生孩子这个时间 我生孩子这个时间正在我的安排之中 但是绝不是现在 怎么办 那得跟我唠唠 跟我说的说的 给我个准信 让我心里有个底 您的最低底线是几年之内 那要是今年要说缓上的话 我是最高兴的了 明年给我生一个 明年 最时明年 是吧 好吧 现在的工作状态到底怎样 现在属于一个上升期 属于一个小领导 然后我是希望再稳定两年 如果两年之后 你非但没有稳定 反而被别人取而代之 那怎么办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 职场嘛 顺息万变 是 那你还生吗 孩子我肯定是会生的 只是说现在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 然后希望趁自己年轻 然后有这个干界 有这个冲劲的时候 再去拼一下 无论你做到董事长 总经理 都没有做妈妈 这么有成就感 但是每个人 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就是一个天然的例子 也可能这段没有办法播出 但是我真诚的跟你说 如果你愿意可以播出 我觉得你的个人经历 对很多在孕育孩子的 一些女孩面前 很有说服作用 对就是我结婚四年 虽然我一结婚就打算要孩子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34岁了 就先得了甲状腺炎 这个病吃了很多药 都不能够要孩子 然后那一年就没有药 然后第二年再要 就是公外孕 第三年 第四年 各流产一次 你想想我现在的身体 是什么样子 你最近一次流产 是最近吧 就是我上次 没有来录制节目 你知道吗 我最后一次流产的时候 已经完全麻木了 当我第一次公外孕的时候 那是痛不欲生的 当我第二次孩子没有的时候 我是 我没法用语言形容那种伤感 但当第三次的时候 我都习惯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觉得 说我27岁的时候 我还可以等几年 后面你会有一大堆的事情 和你身体的一些状况会出现 你可能你会留下一个 很强大的事业 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 和自己的孩子一起 哪怕到公园里走走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说事业这个东西 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做 但是也许你 生孩子这件事情 错过这个村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 所以说真的你不要再等了 你再等下去一定会后悔的 这是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 一个妈妈的真实感受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听一下 谢谢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不是说人的这一辈子 是要做好一件事 爱好一个人 唱好一首歌吗 难道家庭不比事业更重要吗 但事实上 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 很多是非常现实的 有些公司专门裁员那种 快要生孩子 刚刚已经生孩子 所以我们说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和一辈子的操劳 女人在事业上为孩子做出的牺牲 是极其之大 这是客观的事实 但是同时 孩子也不是说你想要的时候 你就能要 我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好不好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好的节目 来 接下来是婆媳之间的告白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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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